真的真的真的是一只大恐龙。 芬莉正在给自己的朋友分糖豆, 这时, 一只大恐龙走了过来, 你想吃颗糖豆吗? 芬莉问, 我想把它们全吃掉。 大恐龙非常粗鲁地回答, 我不能都给你。 芬莉说, 你看,这些是给我朋友的。 那就告诉你的小朋友, 不管它在哪儿, 我都要吃掉它的糖豆。 它在睡觉, 芬莉说, 不过它真的真的真的是一个大朋友。 我真的真的真的好害怕哦。 大恐龙非常厚脸皮地说, 人人都知道我是这里最大、最壮的恐龙。 你等着, 看! 它气呼呼地将一块巨大, 而且非常重的石头, 沿着小山坡冲芬莉推来。 你最好再能干点。 芬莉勇敢地说, 人人都知道, 我的朋友能把像你这样爱炫耀的家伙, 当早餐吃掉。 你撒谎! 大恐龙说, 不管怎样, 我肯定是这里最会跳跃的恐龙。 对我的朋友来说, 你的一大跳只是它的一小步。 芬莉说, 那好, 我倒想看看, 你这个假想中的朋友, 能否像我一样把任何东西都举得这么高。 大恐龙说, 它睡觉的时候就能做到。 芬莉说, 你这个幻想出来的朋友, 一定没办法做到活这样, 这样, 这样, 或者这样。 大恐龙夸口说, 哈, 它当然可以做到这样, 这样, 这样和这样。 芬莉说, 大恐龙一步一步, 越靠越近。 我想要这些糖豆。 你想怎么大声吼叫都行, 芬莉说, 可我的朋友能比你吼得更大声。 嘿, 小家伙, 你那个虚构的朋友有什么不会做的吗? 芬莉想了一会儿, 哦, 对了, 它害怕黑暗和恐怖的地方, 所以它绝不会独自进入洞穴。 就在这时, 大恐龙一把抓过糖冠, 走进了洞穴。 巴达, 现在你该相信, 我的朋友可以把你当早餐吃了吧。 芬莉说, 信了。 从洞穴里传来一个微弱的, 而且充满歉意义的声音。 芬莉咯咯地笑了起来, 别担心, 它可以吃了你, 但是它不会这么做, 糖豆和树伤才是我的最爱。 这只真的真的真的很大的, 而且非常友好的恐龙说道, 哦, 我再也不那么贪心, 爱炫耀了, 大恐龙发誓说, 一个花刀下面的有糖豆吃。 芬莉调皮地说, 人人都知道, 大恐龙是最擅长滑行的, 但是这一次, 它很乐意分享糖豆。 它一个, 你一个, 然后我一个, 它一个, 你一个, 我一个。